終於登頂了 也算是非常快登頂 太神啦 你只要少喝一瓶 麥香奶茶就可以 直接加入了 有這麼多貼圖刷下去 吃電腦 特卡 賴貼 打電動 寫生日卡片 跟阿慶見面 請你吃飯 錄祝福影片 這麼好的獎勵 趕快一起加入 阿慶的頻道會員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慶 今天終於要來爬KC杯啦 那我前面已經 七連勝了 大家看一下 這三場 然後上面全部都勝 目前已經七連勝 那我在三連勝 我就可以直接登頂 Lemon Max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打給大家看 那這一套牌組因為之前有玩過 但是呢 主法稍微 比較不一樣 更強了 應該是說更強了 然後呢 他的額外 額外也是放了一些 蠻強力的卡片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最近因為有蠻多 慶粉找我幫忙打 KC杯喔 那這是其中一個帳號 那等一下幫他登頂之後 還會幫其他人登頂 那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話 都可以私訊我的IG在上面喔 那我絕對會幫你們打上去的 因為依照我的實力 跟你們打包票 只要牌不要太爛 肯定會上的喔 所以大家可以來找我 好 那我們就直接可以打吧 好 來到第一場 現在已經七連勝了 直接來個三連勝 好吧 爽一下 今天銀河也好像登到T3了 那我們T1應該是可以屌虐T3喔 而且起手非常好 他這個技能就是 你起手有十位王 基本上就很好展開了 即使沒有克普勒也沒關係 因為克普勒是可以抓那個 可以抓那個 就是檢索的那個契約書嘛 所以契約書也可以抓克普勒 那契約書也可以抓十位王 所以基本上這一套很難卡手 基本上大概十場只會卡一場而已喔 所以為什麼他是現在的 注流喔 所以如果大家很怕遇到滴滴滴的話 可以建議大家帶 多一點宇宙旋風或是氣旋喔 你就把他的那個 就不要讓他鐘擺召喚 因為他擺出來一定是兩三隻以上 非常恐怖喔 好 光子 哎呦 居然是銀河眼雲龍 可以復活墓地的一隻光子 好 銀河眼光子龍 OK 他剛發動的加速之光 是可以從牌組拉等級式一下的 光子或銀河 好 直接銀河眼光子龍 他應該是開技能 開直接疊上去喔 好 一隻4500 那應該蠻簡單的喔 因為 我可以直接把他破壞 呵呵呵 好 那這裡就 先用克普樂來抓一張契約書 我們就抓永續陷阱卡 OK 來 來 八棟巨人 十位王的統帥 好 來 然後 這裡我們再抓一張 OK 直接擺三隻 應該贏了 真的是蠻強的 好 來 那我們就直接把他除外喔 OK 好 發動效果 當祭品 出外 OK 直接蓋兩張 那這邊 就 看要不要往上疊 我覺得應該不用 直接打就好了 好 獲勝 來打下一場吧 OK 來到 這一場 遇到 很像超重舞者 不知道是不是超重 OK 好這邊就 完全沒有懸念喔 完全沒有懸念 就是直接拉十位王 好 來 發動技能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張 鐘擺 就是被破壞 所以我們要想一下就是 把哪一張放到這個鐘擺區域喔 那這個可以炸後台就留著 所以我可能就是把 壞替王放到鐘擺區域 因為呢 他被破壞的話 因為 因為壞替王如果被破壞 他會到 額外 然後我們等一下 就是 之後就可以再用 鐘擺召喚把它給叫出來喔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打法是 很不錯的 我們就可以用湯瑪斯 然後把它破壞 然後再拉一隻出來 然後這邊超量 我們就可以選擇看 你要抽三張 用這個迅弄之還是什麼 但我自己個人會比較偏向不亂劍 不亂劍的話 就是可以直接無效 我覺得 搶很多 好 蓋控制器 絕對速回合 然後控制器我們也可以把 這個十位王給釋放 然後把對方怪搶過來喔 不讓他開效果 不讓他展開喔 那這個 開場算是非常猛的 非常猛的一個開場 OK 對方結束 應該是直接獲勝了 沒有意外的話 直接 挑打了 好 這裡就拿雙頭拳 好 然後再擺一波 鐘擺召喚 好 再往上疊 好 疊個四千的 OK 直接幹死他 有手坑了 風箏機 我們這樣打就是給他壓力 他一定要開兩次喔 一定要開兩次風箏 不然他就GG喔 他又停盾耶 感覺手握著很多手坑喔 好 好 又結束 OK 我覺得他會 我覺得他有可能會直接想要把我燒死耶 會不會有這個可能啊 那 哇 那我們再融合一下 OK 三隻怎麼輸 對不對 慢慢這樣一千一千也可能會把自己燒死 但我覺得他應該扛不了這麼多下 又有風箏 有點扯 好 我們這邊應該有機會囉 我們可以用控制器轉弓 來 我們剛剛開關打開在商判轉 可以躲粒子球喔 躲粒子小球喔 張音或許就可以囉 BANG 直接獲勝 有沒有 因為他這個風箏 是要自己才可以的 好 來打下一場吧 OK 來到這一場 是不是遇到神音呢 來看一下 好 起手 感覺還行 嗯 因為我們應該也不怕後台喔 然後他又返回一張 我覺得應該蠻有機會的 他這樣要展開應該是有點難喔 OK可以我們可以先來融合 好 來 來 那這樣就不怕了 OK應該是不怕了 好 發動漩渦史萊姆 直接特招 好 那我們再拉一波 OK 好 這邊就不用開技能了啦 因為我們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刻度的喔 沒有高刻度的 來 來 然後我們就叫 光波龍 然後再往上疊 你們就是一直疊疊疊 然後把他這個 後台都炸一下 就差不多了 因果切斷 好 OK 聖杯 OK 那我們就把自己蓋起來 OK 然後就直接疊4000攻 這樣就贏了 漂亮 OK 來到最後一場 終於要登頂了 哇 這個 這一場可能會很難打喔 有可能會很難打 因為這個人是玩那個魔玩具的 就是那個龍毛玩具的 我剛剛有遇到他 超級強 希望我這次可以屌打他 因為他剛剛 那場是後攻喔 他後攻就很恐怖 但他先攻的話 我覺得我們可能有機會 但是就是看他有沒有風箏機 因為他剛剛那場 就是因為風箏機人喔 哇 我直接被狠狠教訓了一頓喔 希望我這一次可以 狠狠教訓他 因為我要登頂了 該換我制裁你了吧 他就有機會 為了 好 果然 但是我觉得 哦三只哎啊 没关系 他如果不会被笑破的话 我可以用月之书盖起来 然后把他破坏掉 没有问题的 好你以为你这样定场很强吗 我一样屌打你 甚至 哎干可是我起手很不好哎 我起手有点糟哎说真的 因为 哦还可以啦对对对 我有契约书啊没事 我刚才想说 哦史莱姆 OK我看一下 龙 OK那 抓然后 可能要融合哦 可能要融合然后特招之类的 OK那我这边抓 啊 外替王 好 发动 漩涡史莱姆 OK 接特招 我可以开效果拉起来 好呃除外 我想一下除外 我想一下除外 除外打不死 除外的话打不死哦 然后我可以炸一张吗 就开月之书吧 好把这只盖起来 OK我想到了 我们可以先叫光波龙 然后再往上叠炸一张表册 炸一张里册 好 中凯光子龙 漂亮 终于换我制裁了 还敢跟我斗啊 OK 后250 帮我抓养一下 漂亮哦 其实我还可以再跳 诶 应该还可以再 哦没有 不是滴滴滴哦 好 没有关系啊 应该是赢了 直接接受神的制裁 下去 哈哈哈 太神啦 终于登顶啦 我原本以为会时间剩登顶 结果其实还打得蛮辛苦的哦 但最后终于登顶了哦 也算是非常快登顶哦 太神啦 然后我们是从 我们是从level1开始打哦 我们从一阶开始打 所以从一阶打到25阶 总共60场 其实也算快了 因为我们之前 一阶到20阶大概40多场 那这次多5阶 我觉得多了实际场 其实是算是情有可原啦 那今天的这个 登顶影片就结束啦 如果有人需要 阿契帮忙的话 欢迎私讯哦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如果喜欢记得按下 并且计划outube 并且分享